大家平安 新年恭喜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又聚集在圣殿当中敬拜他 我们用敬拜做一年的开始 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 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花语来得着帮助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伪善的人 喜欢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站着祷告 故意让别人看见 我告诉你们 他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赏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 关上门像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 那位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 一定会奖赏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异教徒那样重复没有意义的话 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 上帝就会垂听 不可像他们那样 在你们祈求以前 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 在新的一年当中 牧师有很多对大家的期待 在昨天晚上的 睡末感恩祷告会的时候 牧师曾提到几点 对于教会未来的期待 那今天一开始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个题目 因为牧师在去年的最后第二讲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期待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 万民祷告的殿 那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 牧师期待给大家一个新的功课 就是我们装备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所以从今天开始 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有关祷告的部分的教导 那我们会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开始 从今天开始有六个礼拜 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有关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当中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今天我们会讲 有关于祷告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祷告的态度 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一同来祷告 现在天父上帝 我们诚心诚意向祢祈求 求祢向我们显明祢的心意 让我们透过祢的话语来得到帮助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 需要帮助的人 求祢透过祢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的意念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符合祢的期待 符合祢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牧师常常觉得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缺乏祷告 我们遇到最大的困境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祷告 但是我们对祷告所带来的改变 很少寄予期望 我们常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并不相信我们所祷告的 我们常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把它形式化 祷告变成有口无心的祷告 这是我们要做调整的 我们要明白 上帝这样应许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当然还有下一句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忘求 所以这句话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得不着的缘故是因为我们不跟上帝求 而且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乱求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不知道怎么求 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祷告对于一个教会来说是多么重要 祷告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 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 我们会发现初代教会是怎么样扩展的 初代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受到很大的迫害 但是它不断不断的增长 我们会发现初代教会增长的缘故 是因为上帝圣灵的大能 圣灵让教会大大的复兴增长 而信徒做什么呢 信徒就是祷告 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十四节 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一群人聚集起来 大家同心合意 并且不断不断的祷告 结果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 五旬节的时候 门徒被圣灵充满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教会扩展 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在第四章的时候 彼得跟约翰被带到公会当中 饱受恐吓 但是他们回到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 他们做一件事情 他们同心合意高声向上帝祷告 结果祷告完了 地就大震动 这些人被圣灵充满 紧接着他们充满能力之后 就去见证护活的主耶稣基督 众人也都蒙受大恩 如果大家再继续看下去 这样的事情一再一再的发生 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作圣灵行传 因为圣灵在初代教会当中运行 使教会不断的扩张 而信徒就是做什么 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师真心期待 这样的事情也在双年教会发生 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聚集起来 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深信神的心意会 在我们当中彰显 让我们去体验到 上帝在更新我们的教会 所以牧师要邀请大家 一起进入祷告的学校 我们一起来注册 一起来学习 来学习祷告 那一般人为什么不祷告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不会祷告 就像刚才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 你们求也得不着 因为你们忘求 大家不会祷告 不知道怎么求 事实上这也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学生 也同样遭遇到相同的问题 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 这是路加福音书的作者 他记载耶稣基督教导 他的学生祷告的时候 祷告文之前的一段 他说他的学生来找耶稣 对耶稣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表示他的学生也不会 他们需要学习 所以今天牧师期待 我们在祷告的学校当中注册 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学生 再成为祷告的学生 之后我们就会装备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所以我要用几周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学习耶稣教导的祷告原则 今天我们要来调整我们的祷告心态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常常把那个忠心放错了 我们会反客为主 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 他会想要用祷告去管制上帝 让上帝听我们的话 利用上帝成全自己的想法 这是相当错误 有些人祷告的时候 是用自己做忠心 他跟上帝说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你给我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上帝 你就照我的期待给我 那我们这样祷告是不是把我们变成上帝 我们在命令上帝来服务我们 牧师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把需要 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不是这样说 而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不是在命令上帝去做什么 来满足我们的心意 相对的我们要透过祷告 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说 主啊 我欠缺什么 你给我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上帝 你就给我 有些我们在学校考试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这样祷告 主啊 我要考试 不是 我都没有读 那拜托 待会选择题让我都猜对 结果都好计算题 不是说照我们求的来满足我们的心意 才是好神 这是我们要去调整 因为这种人往往会带着一种反应 就是如果上帝不照他所求的 他就会生气对神抗议 这种人因为他有一种心态 他感觉上是 他的上帝是很容易健忘的 所以他用祷告提醒一下上帝 甚至他会觉得说 上帝好像不太会做上帝 所以我需要我指导他一下 所以我教上帝 上帝我现在需要什么你给我 但是一旦上帝不照他所求的 他就对神抗议 就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信徒一样 如果他去拜一个神 这个神不满足他的心意 有些人比较激动的会怎样 会去破坏那个庙嘛 对不对 我们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当中 有些神像落难了 被欺负了 因为这个神 他认为不能保佑他 不能照他的心意去做 那我们神又没有神像 那怎样 常常就生闷气啊 有时候干脆说 好既然你不听我的 你不乖乖做个上帝 那我就换一个信仰好了 常常有些人对神会有这种埋怨 这是错误的祷告心态 我们常常希望说满足我们的心意 但是不知道神在他的过程 在整个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替我们安排许多美好的事物 我们忘记去欣赏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时候在台南的时候 每天早上都要载着我的孩子 到学校去上课 那我们从我们的牧师馆 到那个学校 要经过好几个红绿灯 往等红绿灯 我都觉得说哇 有时候很赶 就觉得很急 那有一天 我们出发的时候祷告 就发现一路顺畅 都没有遇到半个红灯 都全部都绿灯 我就跟我儿子说 木齐啊 我们今天好像总统出巡 都一切都顺利 没有碰到任何的绿灯 真好 结果第二天 一出门就碰到一个红灯 87秒 我就等在那边 我说今天是神没有听我们祷告 让我们在这边等嘛 可是我抬头一看 发现我们那条叫东门路 旁边有一台的那个 黄花风铃幕 开得非常非常漂亮 好漂亮好漂亮 我以前都骑车都骑很快 都没有注意到 我那天就在那边欣赏了八十几秒 的黄花风铃幕 我觉得那时刻真的是很美好 所以有时候 也许我们期待这样 但是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安排 有他美好的旨意 我们不要自己做上帝 不要以为就照你心意成全的 才是好的上帝 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不要用自己做中心去祷告 用自己的期待 自己的需要 为中心的祷告 这是错误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 要怎样 要谦卑寻求主的心意 我们祷告就是用谦卑的心 来求上帝的心意 明白是上帝在掌权 而不是自己在做主 我们刚才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在克西玛林园祷告 他祷告是很特别的 我们要学习的 耶稣在克西玛林园祷告 他有分几次的祷告 我们看他 他首先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那个苦杯很难喝嘛 要定十字架谁要啊 耶稣也不愿意啊 但是耶稣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经过几次的祷告 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祷告的结论 他说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因为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不断不断的去求上帝的心意 最后他顺服在上帝的心意 他说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一个最好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是用自己做中心 希望自己的心意成全 还是以上帝的 上帝为中心 让上帝的旨意成全 这有很大的分别 你看耶稣不是用自己的 以自己为中心来祷告 而是以上帝为中心来祷告 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六章第八节说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 你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既然我们还没有求以前 上帝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 那我们干嘛求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要求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就是寻求上帝的心意 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我们往往用自己做中心的时候 我们所祈求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而在我们还没有求以前 上帝已经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 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明白 什么样才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这才是祷告的真意 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 谦卑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 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看到耶稣提醒我们说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伪善的人 喜欢在会堂里 或是十字路口站着祷告 故意让别人看见 我告诉你们 他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赏 我们要注意这边的一个字 叫做伪善 何本叫做假冒伪善 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在演戏的人 你知道演戏的人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就是表里不一样 演戏的人 演戏的人他是照剧本演对不对 他今天心里很快乐 他也要演悲剧 他不能把心里表现出来 因为剧本叫他演悲剧 如果他今天心里很悲伤 可是剧本要他演喜剧 他就演快乐 所以表示说一个人表里不一样 心里面所想的跟表现出来的不一样 那耶稣说 他们喜欢在会堂里 在会堂里祷告 会堂本来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在会堂里面祷告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会堂也是信徒聚集的地方 是一个表演很好的场所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这种人事实上不是在跟上帝祷告 他是在表演给大家看 所以他在会堂里面大声地祷告 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很敬虔 事实上他心里面不是这样想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这样做 那演戏的人第二个 就是他要顾名调育 演戏的人都希望得到掌声 对不对 演戏的人都希望观众来欣赏他 给他掌声 所以如果一个人祈祷的时候 是为了得到听众或是观众的掌声 他祷告的对象就不是上帝 他是为自己的荣誉而祷告 耶稣说有些人在十字路口祷告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犹太人他们习惯 一天有三个时间要祷告 早上9点中午12点还有下午3点 那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刻到了 你就要放下手边的工作来祷告 那有些人偏偏很厉害 他每次都是这个时候走到十字路口 热闹的地方 故意的嘛 因为他要表演给人家看 得到人家的掌声 说哇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很专心敬拜上帝 对上帝祷告的人 耶稣说这样的人已经得到他的赏识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别人尊敬他 如果一个人真正是对上帝祷告 他希望能够得到上帝垂听跟眷顾 他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如果一个人真正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他的祷告就是一个表演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表里不一 不能孤民调运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卸下我们的面具 我们刚才说过 你还没祷告之前 上帝都检查你的心意 知道你真正的需要 上帝怎么会看你表演呢 上帝是知道我们真心的神 所以耶稣说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到你的内室 关上门 像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 那会看得见 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奖赏你 耶稣告诉我们说 祷告是一个跟上帝 深入亲密交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怎样 所以我们要再进入内室 就是要跟他深入的交通 然后关上门 就是说不要让外界的事物 来分先打扰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而是专心并且真心的 想当上帝祈求 上帝是一个看得见 人在隐秘中做事的神 祂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 诚心诚意地跟上帝祈求 闭蒙上帝的垂天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件事情 不要让祷告变成一个表演 第三个 耶稣这样说 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异教徒那样 用重复没有意义的话 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 上帝就会垂天 你要明白 这个祷告不是在作文 有些认为说 作文重量不重值 就写得很长 老师看你写得很长 那就给你高分 上帝跟我们人不一样 你要非常重视祷告的内容 耶稣这边提醒我们说 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异教徒那样 重复没有意义的话 因为异教徒他们的祷告 在当时异教徒外邦的人 对神明的祷告就是 用很长很长很大声的祷告 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 那个旧约《猎王记》上的第十八章 这边记载了一次很精彩的祷告对决 就是巴黎的先知 有四百五十个 还有四百个亚瑟拉女神的先知 一起聚集起来 要跟比利亚对抗 所以两边 我们如果去看那个是非常精彩的 他们两边都祈求上帝降下火来 燃烧那个祭物 结果圣经记载说 这些巴黎的先知们 他们拼命地祷告 拼命地祷告 大圣地祷告 一直求巴黎亚答应我们的请求吧 从早上喊到中午 到中午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动静 以利亚就去消遣他了 你的神可能不知道跑去哪里 他可能在沉思默想 也许他出去方便 出去上厕所 也许他出去旅行 再不然他可能正在睡觉 他说你们再喊啊 再喊大声一点啊 就他们从中午喊到下午 甚至到最后拿那个刀剑 砍在自己身上鲜血直流 狂乱地呼叫之后 到了下午还是没有动静 外邦的祷告就是这样 一直重复一直大声 没有意义 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是怎样说 他说亚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命行这一切事 求你答应我 上主啊答应我 好使这人民知道 你上主是上帝 使他们回心转意 以利亚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 他希望上帝透过这个神迹 让以色列百姓回转心意 回到敬拜真神的这个当中 所以当以利亚这样短短的祷告之后 上帝就成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外邦异神异教徒 他们对上帝的祷告就是这样 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也记载着以弗所成的暴动 他说以弗所成这些人民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呼喊 呼喊他们的神明 他们祷告就是这样 但是耶稣要我们不要学习他们 那不要学习他们 我们要怎么祷告 牧师有两点建议 第一个上帝是一个看我们内心的上帝 他希望我们诚心诚意 把内心的需要把它陈列在上帝面前 我们当然我们会欣赏很多很美好的祷告文 比如说有很多祷告文流传下来 比如说我们常常读到迈克阿瑟将军 为他孩子所写的祷告文 我会觉得很好 那我个人也很喜欢尼布尔的祷告文 或是德勒莎兄女的祷告词 都很感动人 但是我们要明白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们不可能用优美的词句去感动上帝 唯一可以感动神就是你的心意 所以你要新成 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上帝 就要用诚心对上帝告白 而不是在写一些优美的诗句 但是星辰还不够 就像牧师刚才举那个例子 巴黎的先知们 他们有没有诚心跟他们上帝求啊 有没有 有啊 他们诚心到怎样 拿剑拿刀砍自己 这么诚心诚意求还是不够 为什么因为内容不正确嘛 我们除了星辰之外还要义证 祷告的内容也很重要 不要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不要以为长篇大论就可以感动上帝 祷告的内容非常重要 如果你真心真意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求 上帝必然照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除了诚心以外 我们还要正确的内容 而正确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我们进入祷告学校必须要了解的 牧师期待说我们用这个做一个开始 下一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开始来学习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 那我们一步一步进入那种深层的祷告当中 透过祷告来成全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也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的恩典 求你与我们同在 用你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学习你的教导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阻碍 主啊我们何等可慕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求你成全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